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有年度最愛就當然不會有年度最累的啦 今天想分享的產品全部都是被我打入冷工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有什麼冷工佳麗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這個袋袋就是冷工啦 全部裡面的產品我都給過很多次機會 都不是太喜歡用或者不是太適合我用的 現在就打開跟大家逐一去介紹啦 我們由Primer說起先啦 這支是Fenty Beauty的Pro Filter Instant Retouch Primer 它擠出來比較結身 你推開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是比較沒有面子 沒有光澤感的 看不看得到分別呢 其實這隻手是塗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真的分別不大 我對於Primer的要求是保濕 令到之後上的粉底更加貼妝 這兩樣東西它都是做不到的 雖然它有說明它的效果 妝效是Soft Mask 即是有一點霧面 但是都不至於令到之後激粉 我是試過換不同的粉底 無論一些比較creamy也好 一些比較流質也好 都不是很均勻的 所以真的給了太多次機會 而且它是完全不保濕的 雖然它不多不少也有做到blur毛孔的效果 但是你blur毛孔得來又激粉 這件事不適合你了 所以不好意思了 今年它就入了我的雷品之日了 第二個就會是Canmake的這支粉底條 顏色是這樣的 然後推開出來 你會看到它不是很保濕的 不過也是容易推的 然展性也是高的 我不喜歡它的第一個原因 就是它的顏色上到我臉上 太過灰了會變成 這個不是它的錯 純粹是我跟它不適合的 因為總有其他人可能會適合這些顏色 而第二個我把它放進冷宮的真正原因 就是我覺得它完全不貼皮膚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乾了 皮膚 所以其實你塗兩三下 它是可以推得很均勻 推到整個臉 但感覺上就是皮膚上有一層的東西 焗住了 整天起來我都是覺得非常焗促的 臉 未至於焗到我出油 但一直都不舒服不自在 Anyway我不是太喜歡 而第三個就會是這個 我都很心痛 為什麼它會不好用 因為它都很貴的 我沒有記錯它是貴過500元的 就是Giorgio Armani的粉底膏 你看到它好像Cushion的設計 但其實裡面是粉底膏 塗出來其實它很Smooth 你會感覺到它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真的太乾了 我完全用不到 如果皮膚狀況OK的時候 你塗它也好像帶了一個面具 而你在皮膚狀況不OK的時候用 即是有一點乾紋或脫皮去裂 是完全突顯了所有的缺點出來的 唉 我之後就沒有再用它了 反正今年真的買了這麼多粉底 其實最不喜歡的是它 唉 眼影部分的佳麗有這個16 brand的雙色眼影 它是不是不開心 我拿它出來說呢 這款雙色眼影其實都熱了好一段日子 它的主打就是非常容易上妝 很快速地滑一滑 掃一掃就已經完成了一個眼妝 其實對於它的粉質 它的效果 我都不覺得特別差 但是我用了它 都會大敏感 整隻眼睛都腫了 紅了 血絲 這樣就無奈地忍痛 變成了懶功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們都會對眼影敏感 例如會紅了會腫了 會出眉絲血管出來的話 那你就要認真考慮淫入它 因為我真的每次用都敏感 然後是一些遮瑕膏 品牌叫做Berry M 我買它的原因就是它說它的遮瑕力很好 然後持久力也很好 但是呢 你們看不看得到它真的超級乾 這個是英國品牌 我沒想過它的品牌會是Made in China 首先已經有點失望 其次呢 它塗了上眼睛那裡 眼紋是爆了出來 好像蜘蛛網一樣 是極乾的 即使你遮瑕力多高也沒有用 第三它是會氧化 它氧化了之後是深了差不多 一度半至兩度 很厲害 所以我用了一次試了一次上眼 已經完全不想再用它了 接著就到Essence的這個highlighter 它是非常之色彩繽紛的 Essence今年很厲害 我最愛的highlighter 是這個牌子 而我最不喜歡的highlighter 都是這個牌子 它拿了出來之後 也是有一種彩感 但是你畫出來的highlighter 你看看 沒有顏色的 完全沒有顏色的 可能它是比較低調自然的 但我又覺得 不用到那麼低調和那麼自然的 所以我就很少去用它 然後也是Essence的 這一支是眼線液來的 它的骨頭比較鈍 不夠尖 所以畫線條的時候 是比較難控制粗幼度 你看到其實很難畫一條很幼的線 而且到現在 它還是還未乾的 因為可能畫出來比較粗 蜜水比較濕 所以畫在眼睛 一眨眼就會掉到下眼皮 然後有比較難控制的粗幼 我就一般了 然後就輪到Colourpop的這一支唇彩 它畫出來的時候 你看看 好像中了10次 你看到那些藍色的閃粉嗎 它一種光澤是灰灰藍藍色的 我想除了拍那些荷里活異形電影之外 應該會用到這些顏色吧 雖然它是鎮品 我也知道送鎮品 不會送到一些很暢銷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不至於要送一個 令人這麼不開心的產品吧 來到另一個highlighter 這個算是網上幾多人討論 還有幾多好評的一個highlighter 它的牌子叫做ELF 它的色號是Moon Knight 你會看到它是類似那些 控陪那一類的highlighter 摸上去是非常之粗的 之後你畫上去 它的光澤度也不算超級 在哪裡畫了 這裡 對 畫也不上色 很難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歐美那邊發生什麼事 一直狂推這個 很多人都說好用 但是我第一次買這個品牌 已經這麼失望 雖然它是超級沒有的便宜 但是我真的不理 接著就到我在日本買的唇彩了 看著這個樣子 去到日本千萬不要買 它擠出來是非常非常之 這麼稠 然後是超級無敵的 通常去到日本 看到這些這麼粉嫩顏色 這麼可愛的包裝 我都覺得是很想入手的 它不算特別便宜的 應該過100元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它是我今年遇過最黏的一支唇彩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2019年遇到的雷品 或者一些我不適合用的產品 全部都是化妝品 因為護膚品來說 我又未至於用過一些超級雷 最多是沒有那麼大感受 但是都可以繼續用 但是這一堆真的 給我都不想再用多次的產品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遇到一些不適合 或者很不喜歡的產品 都可以留言分享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提供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逢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對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